字幕志愿者 杰明轮 杰明轮推墙 杰明轮推墙 杰明轮 杰明轮推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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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明轮推墙的1900期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我来跟大家谈一谈习近平周边啊 形成的四大派系 五大集团 也就是习近平从18大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来 他这么长时间 他不断地削弱他的政治对手 打击异己 把所有他认为他不信任的 或者在政治上面跟他有可能起二心的 他认为一切他不信任的人 通通给他通过各种方式呢 全部给他打倒了 包括什么周永康啊 令计划啊 徐才厚啊 郭伯雄啊 还有胡锦涛隔代指定的孙政才啊 这一类人通通给他送进了秦城 而跟他同机为官的 包括很多团派的领导人 李克强啊 汪洋啊 胡春华啊 给他辩原化 让他靠边站了 也就是基本上在政治上 他可以扫清他一切的对手了 那么他对头都扫清完了 看上去好像应当大权在握定于一针 他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啊 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 就是二十大习近平是进入他自己能否巩固权力 能否谋取他的终身制 能否在中共党内把共产党这个党天下 把它转变成西天下的一个关键之举 那么习近平显然从面上来看 目的已经达到了 也就是习近平二十大确实得到了连任 并且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换上了他自己的心腹幕僚 类似于蔡奇、李强、丁稀祥这一类 全部换上了 也就是看上去习近平现在是大权在握 他本人就是完全控制了中共上上下下、党政军所有的这个最高权力 他基于一生 那么应当是高枕无忧了啊 那完全不是这样 从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他认为面上的他要打击的政治对手给他扫除了 薄熙来、周永康都给他打倒了 但是在他的周边已经形成了四大派系五大集团 这四大派系五大集团都是习近平他自己、习家军内部延伸出来的 也就是他的这些幕僚、他的这些敬畏大臣以及他所有信任的这些封将大力们 已经形成了嘛 形成了几个派系、几个集团 那么这些派系和集团都会产生内斗 内斗就必然内耗 内耗就会耗光习近平最后一点本钱 所以说习近平你别看他二十大获得了连任 但是这个连任离他自己的死亡 又进了一步 也就是习近平的死亡是近在眼前的 很多人对我讲这种判断是完全不信的 因为人家认为你动不动就说共产党死 我们看共产党活得好得很 没有死嘛 你就回头看历史 我们争论这个叫台纲没有任何意义 我告诉你讲 大清当年在他灭亡之前 所有清朝的这些王公贵族、清朝的这些王爷 没有一个人认为大清再过一个月就灭亡了 他们仍然认为他们大清可以千秋万代的 但是武昌成头一声僵响 大清就走入他灭亡的这个历史垃圾堆 那么大清是这样 前苏联是不是这样呢 前苏联在他自己灭亡之前 哪一个人能想到前苏联这么庞大的一个共产主义集团 共产主义帝国一夜之间就完蛋了呢 那么前苏联不是大家就亲眼看到 他就彻底灭亡了吗 柏林墙也是这样啊 很多当时生活在东德的人 事后都回忆说 他们从来没想象过这个柏林墙会倒掉 他们认为柏林墙最起码可以再坚持一个世纪 所以说生活在东德共产主义集团领导下的东德人民 绝大部分人是绝望的 没有人想过共产主义会灭亡 没有人想过柏林墙会倒塌 他们认为他们这一辈子都被困在柏林墙内 但是一夜之间柏林墙就完全倒塌了 东西德就完全合并了 东德人民就从此破除了共产主义的致号 迎来了嘛 迎来了自由的明天 所以说你去看历史 这个历史都放在眼前 它就是在我们刚刚经过不远的过去 那么你觉得未来我们不可期吗 你觉得共产党就可以它永永远远 按照党国的话 他们就是千秋万代嘛 我告诉你呀 共产党的灭亡就在眼前 为什么说他们就在眼前 也就是嘛 习近平现在撑下来唯一的一点本钱 就是什么 就是内耗 就是权斗了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从他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 这么十来年来 基本上在内政 在外交方面 他是没有任何建树 他所有的治国理政的这个方案 他只要是推出任何他所谓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几乎全部滥尾 在国际关系上面 他已经把中国逼到了墙角 也就是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对中国都是一种围困的战术 他搞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烂尾和破产 所有在一带一路上面拿到中国钱的人 现在都跟他翻脸 人家赖账来来不及 所以习近平满眼望去 是墙外没有一个朋友 墙内全是敌人 因此来讲的话 习近平现在唯一能够控制局面的就是什么 就是靠权力 靠强权 靠他自己掌握着刀把子握着枪杆着 手上挥舞着笔杆着 通过愚民通过维稳在控制政权 而控制政权他的核心就是斗 就是必须斗争嘛 也就是习近平对外他要跟美帝国主义斗 对内他把中国人民当作敌人来斗 那么在斗人民斗美帝的这个过程中 习近平自己的内部也都在斗争啊 习近平二十大后 在第一次二十大政治局会议上面 他就说了几十个斗 斗谁呢 他也不知道斗谁 因为他看谁都是敌人啊 所以他要不断地发扬毛泽东当年的斗争精神 就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啊 在习近平眼里面要全无敌啊 问题是所有人都是敌人 他看到哪个都想敌人 如果全无敌是不是把身边所有人全部干掉啊 他也不知道该干谁好 他也不知道谁对他是真正的忠心 他为了他二十大的连任 他跟江派是做了妥协的 因为他知道他纯粹斗的话 他不一定能过得了他第三次连任这一关 要确保他的连任 就必须要向党内的大佬呢 一部分控制权力或者是对政治影响最大的这派势力呢 要跟他妥协 那显然在习近平之前的胡锦涛也好 江泽民也好 这两个还建在了中共的前元首 他们所控制的政治势力最大 而胡锦涛显然跟江泽民是不能比的 江泽民的势力是完完全全 在习近平这一路成长过程中 都伴随着习近平 他在运用权力过程中 都会有江泽民对他的各种制走 所以他知道跟江派不能摁搞 摁搞他第三次连任 不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只能是妥协 那么这种妥协就是政治交换啦 政治交换最终他就答应安排了江西的人马 就是王沪宁出任全国政协主席 韩正出任国家副主席 那么江派呢 在自己的人马能够如愿以偿的进入二十大常委会 以及安排担任国家副主席 能够控制习近平的这个政权 能够有相当的话语权之后 那么江泽民显然也就不反对 你习近平连任啦 你第三次连任就第三次连任 所以老江看到习近平连任成功以后 老江也就受众正寝 也就断了气了嘛 那么习近平在跟江泽民这么摆平以后 下面就是处理跟胡锦涛跟团派的关系啦 而团派习近平从来没放在眼里面 所以他跟团派是翻脸的关系 能够在主席台上面把他的先帝胡锦涛直接架走 常委会里面赶走李克强赶走了汪洋 政治局委员里面让胡春华这个被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所谓第六代接班人 把他扫地出门政治局委员都没有 现在到全国政协能不能干上个副主席 还不一定 而国务院所有李克强原来领导的人马是大换血啊 也就是一个总理 四个副总理 五个国务员全部换掉 原来国务院的各个部门的这些部长们 几乎95%的要全部换掉 也就是把过去李克强也好 胡锦涛也好 汪洋也好 就是他们所留下来的执政的班底 所有属于他们这一派还是不属于他们这一派 只要习近平认为不是我这一派的人 全部扫地出门 这样也就是所有的政治势力已经给他排挤掉了 更何况他自己在十八大刚刚接任时候 对于他自己能否坐稳这个中央第一把手的这个地位 他能否保住他自己的权力的时候 他打击了很多政治上 一直是什么 一直压制他的对手嘛 他启用王岐山帮他打火 把什么周永康啦 郭伯雄啦 徐才厚啦 令计划啦 通通什么送进秦城了嘛 这些郑国籍 副国籍 通通把他们送到监狱里面去 包括这个胡温隔代指定的第六代接班人孙政才 孙政才是野心家 野心家也把他送到秦城里面去了嘛 尤其是他政治上对立的最大的对手薄熙来 薄熙来在他自己做储君的时候就跟胡锦涛 温家宝 江泽民 郑建宏一起把薄熙来往秦城一送 也实际上习近平通过借助江曾的势力 胡温的势力把薄熙来扫除了 他自己接任以后 通过王岐山帮他打火 把党内所有他要消除的政治力量也全部给他抓走了 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卸磨杀驴了 就是政治盟友王岐山 王岐山给他安排一个国家副主席 王岐山对他是俯首称臣的关系啊 老王为什么一会儿到达沃斯论坛了 一会儿到什么博鳌论坛了 都不断的去歌颂习近平 对习近平在公开场合表面吹捧 那老王就是知道他自己现在已经是完全就是摁中之鳖了 他目前来讲要想能够活下去 要能够让习近平不对他下手的话 他只能在习近平面前跌软 俯首称臣 拥护你习近平 习近平你就放老王一马 老王是多么老奸居滑的人啊 连他都被习近平整得磕头下跪 那就说明什么 习近平在消除所有政治对手政治力量 包括他排挤政治盟友方面 习近平是相当有谋略的 那么在铲除了这个表面上的所有政治对手之后 撤下来都是自己人啊 都是自己的直将新军啊 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 看上去应该是太平了啊 但是跟深层的斗争开始了 自己的西家军已经形成了四大派系 五大集团 那么哪四大派系呢 就是习近平他自己在他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 看不出他有什么派系的这个色彩 看不出他有什么私人集团 因为党国选拔任何人才 都是绝对不能选拔你这个人有派别色彩的 一定是选那个猪头山一样的 看上去这个人带头带脑 还贪财贪色 没有任何花头的人 你稍微带有一点派别色彩 或者你有没有势力帮派 怎么会选拔你当领导人呢 所以习近平一直是扮猪吃老虎的嘛 在没被选拔作为储君之前 看上去他这个人是势单力薄 他没有任何政治基础嘛 这才被选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但是当了领导人以后就原形毕露了 就必然要扶持自己的力量 所以说习近平他这个习家军是在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 逐渐形成了他这个治疆新军的 那么就是他治疆新军里面 现在已经形成了四大派系 主要就是以他自己曾经共事过的嘛 就是福建派 那么福建派是以蔡奇何立峰为主要代表的 另外就是浙江派 浙江派是以李强为代表的 其次就是上海派 上海派是以丁穴强为代表的 那么另外就是什么 另外就是习近平在官场上面 这么多年有他的哥们啊 有他的家族势力啊 包括他两个姐夫 吴隆邓家贵啊 包括他自己弟弟谢远平啊 以及他的陕西老乡 他自己的家族中青 这个里面都形成一个很大的势力帮派 在这个帮派里面以哥们代表 栗战书为最主要的代表 因为栗战书是他年轻的时候就共同共事 两个人分别担任县委书记的时候 当时接下的哥们儿 而这个哥们儿在日后习近平他发达以后 他不忘把栗战书就提拔起来了 这是指四大派系 那么五大集团主要是习近平依靠着五大集团来控制政权的 第一个集团就是习近平现在重用的军工集团 你看这次进入政治局委员也好 全国各个省的封疆大力 省委书记省长也好 军工系统的人非常非常多 那么军工集团是习近平所已级重的一个集团 这主要是习近平一直心心念念要打台湾嘛 他要打台湾就长期要做这个军事准备 而军事准备兵器工业部门以及军工产业 就是要打台湾为台湾提供装备的最主要的部门 所以习近平这十年对军工产业抓得很紧 军工产业的很多领导人也都分别给他提拔起来了 这是他倚重的军工集团 因为要准备打台湾 第二个就是他的清华校友就是清华校友实际上是习近平他拉帮接火的一个主要的根据地 以他自己当年的同社校友陈希为代表 陈希给他提拔到宗主部长以后 基本上就是按照习近平的意思 陈希为他在全国选拔各个不同的官吏 这些大小官吏最终都成为省部级甚至是中央委员或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能够升官都是陈希一手安排的 而陈希作为习近平非常信任的幕僚 是帮助习近平在组织上面做各种准备和安排的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就是中央党校的关联产业 也就是习近平本人作为储君时候曾经担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 那么当时党校的副校长是石泰峰 习近平对石泰峰是相当信任的 在习近平现在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后 石泰峰给他反复调整 一会儿到江苏去当书记 一会儿到内蒙去当书记了 现在出任政治局委员 马上要担任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了 就是石泰峰被习近平的重用实际上是通过石泰峰选拔什么 选拔中央党校这个关联的这些官员 因为所有的省部以上的官员都必须要到中央党校进行学习的 因此靠石泰峰靠他中央党校这个序列的能够选拔很多他的亲信和幕僚 这是党校集团 那么第四个集团就是内企集团 就是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以及习近平的国舅爷彭蕾和他的小姨子彭丽娟 他们形成的夫人派别 也就是夫人派别跟他们关系相当密切的 很多人都已经被彭丽媛输送上中共的各级领导岗位上了 就是在习近平的幕僚里面有很多人走夫人路线的 凡是夫人路线走得通的人 最终这些人的上层通道都走得很快 在省部级到中央委员级甚至到了中央政治局 那么第五大集团就主要以三十一军为代表了 就是军方原来驻军附建的这个三十一军 曾经在三十一军任职的这些人几乎都给习近平提发起来了 包括现任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上将 军委政治部主任 中央军委委员苗华上将 包括前总和部长赵可石上将 武警司令王林上将 国防大学校长郑和上将 以及中部战区政委朱胜岭上将 这些所有的将领都是曾经在三十一军任过职的 在三十一军的时候跟习近平就很熟悉 所以习近平把他自己在附建驻军三十一军里面的军队班底 基本上把中央军委和军队里面的控制权全部交给了三十一军原来的指挥官 这些人担任上将都是在习近平任期上把他们提拔起来的 这些人基本上在共军从中央军委到各大军去担任着要职 这些人就是习近平的第五大集团 所以说习近平的四大帮派五大集团 看上去好像有这么九个势力帮派 他们就可以辅佐习近平能够他为所欲为能控制政权了 看上去是这样 但实际上这几个帮派这几个派别都不断地在内斗啊 也就是表面上面他们一团和气 名不争但是暗斗 暗里面一定是要封个你死我活的 作为习近平是最高军王 你们再怎么斗你们斗到习近平这来 习近平很高兴啊 臣子不闹君子不灵嘛 你们就斗啊 你们斗我是最高仲裁官啊 我是最后的裁判人啊 然后由我来决定你们斗的谁因谁输 习近平他很享受他自己作为最高裁判员啊 他可以对这些人的身杀大权他进行语夺 那么这些人就斗吧 所以他希望怎么斗 斗才可以把矛盾暴露他的面前 但是斗的结果就是内耗啊 大家互相斗 那么斗来斗去最终把所谓的矛盾积累到习近平这儿 有一天什么炸药桶就爆炸了 因为你习近平所有的矛盾集中在你这儿 根本就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而内斗绝对不会因为你习近平 认为哪一方赢了 哪一方输了 输掉的那一方就掩气息骨了 赢的这一方就不乘胜追击了 而大家都在斗争的最终结果 就是把所有的矛盾集中在习近平这儿 有一天呢当绷不住手就炸掉了 就是习近平他身边形成的四大派系五大集团 看上去这些人都是拱卫习近平的 也就是这些人不会形成什么军变啊兵变啊 导致习近平最终被宫廷政变 突然他自己就上了断头台 习近平一直要控制这一点 他作为定于一针的地位呢 他个人的权威也不可能受到这个四大派系五大集团对他的威胁 也就是没有人敢去挑战他的权威的 这些人只会表面讨好他 但是习近平呢无法控制各个追随者群体中发生的各种派系竞争 而习近平搞阴谋轨迹他本人就是搞阴谋轨迹出生的 他搞阴谋轨迹一点不差 你别看他智商很低他只会扛麦子 但是搞阴谋轨迹他学毛的东西一点都不差 他是希望属下斗的 那么斗来斗去最终习近平是做裁判 当仲裁到习近平面前习近平很满意 只不过呢看上去习近平他自己作为最高裁判 他可以摆平他自己层子之间互相斗里面最终的这个结果 问题是内斗的结果最终就没人干活了 揽政了躺平了摆烂了 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家族贪腐 只维护自己小圈子的利益 表面上都喊着忠于习近平 私下里没有一个人帮习近平扛活了 有酒有肉吃的时候当然都愉快的很 有钱的时候个个也都是笑脸相迎 但是一旦朝廷有难个个都是两手一摊的 所以说四大派系也好五大集团也好 他们逐步形成各自的利益 彼此之间是肯定是互相争斗的 表面上是一团和气 但是暗中都是你死我活 共产党历来的党内斗争 它的激烈程度都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嘛 凡是被斗败的人 感觉到自己再也没有希望的人 往往都会选择自杀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习近平执政这么十多年来 中央高干以及各个省部级很多高级官员 尽量选择自杀了结自己 很多人不明白共产党的贪官为什么主动会选择自杀呢 不是好死不如赖火的吗 你那么高级别即使被党国抓了 到监狱里面也不会过分为难你 把你自己的罪扛掉你不过是失去自由 但是在监狱里面照样享受省部级待遇啊 因为犯人和犯人级别是不同的 犯人和犯人的待遇也显然不同 为什么都要选择死呢 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呢我就要告诉你 就是为什么共产党的贪官大部分都会选择主动死亡 尤其是选择自杀 因为自杀对他自己来讲 可以保全很多他自己的个人的名誉 他的家族利益的 因为所有这些已经东藏败露的贪官 感觉自己在政治权斗中已经完全失势了 百分之百要被对方进行政治打击 肯定要被送到断头台 哪怕就是不枪毙至少也是无期徒刑 一辈子在监狱里面渡过的这些贪官 他们大部分嘛会选择自己自杀 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 因为选择自杀你就判不了我行 你就不能审判我嘛 未经法院审判定罪的肯定算是无罪嘛 而死了死了是不能够屈膝审判的 这样的话这个人一旦选择自杀掉了 你没办法把他拉出来再定罪再把他判刑的 这样呢他本人即使是死了 你不能算他是罪犯 这是指第一点 他本人从名誉上保证他自己是一个什么 有可能还是受冤屈的人了 不是罪犯了 第二个也就是他的财产你不能随意没收嘛 他甚至说他自己是被冤枉了嘛 也就是他不是罪犯 你凭什么到他家里面把他的财产收掉啊 你只能是认为他有嫌疑 但是不能定罪 没有被法院定罪情况下 是不可以去没收他的资产的 这样他自己自杀了他贪腐的大量资产就烂在他自己的儿女手上 最终法院是不能够依法剥夺的 当然共产党耍流氓 共产党随时可以抄家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也就是共产党的抄家给他抄掉就算你倒霉 如果给你的家族把他隐藏掉了 那么就不存在这种法律上要必须被没收的 这是指财产方面 第三个就是对家属啊 对子女啊 对儿孙啊 从政治名誉上呢 应当来呢 不是有什么损失 因为没有被定罪啊 没有被定罪 他的家属啊 子女啊 儿女啊 在他们未来的他们入学啊 就业啊 参军啊 住国啊 政治审查中不应当受到牵连啊 因为他本人不算罪犯啊 他只是在被调查过程中 他自己就自杀了嘛 那官员自杀现在就只能是说不清嘛 所以说呢 他如果死了他对自己的家属子女影响呢 从政治影响到他因为不是罪人 令人影响不大 那么最重要一点就是自杀等于是死了我一个保全所有人嘛 这个所谓的所有人 当然包括他自己曾经跟他一起贪腐的上级 他送钱给的那个上级 他自己的同僚 还有就是所有的利益关系人 比方别人给他送钱的人 他一死这条线就断掉了嘛 虽然他不指望这些人能够去保护他的家属 但是他把这条线索掐断了以后 案子也就到此为止了 而所有的贪官只要没有那么愚蠢 他都会在他死之前 给自己的家属儿女呢 留下还掌握着重权高高在场这些官员的把柄的 也就是你如果不照顾我的家人 我的子女完全可以去出卖你拿着我留下来的证据 把你把把你拉下来 因此你怕你就要照顾我的家人 这是大部分贪官都会这样去做 因为这一招是绝对有效的 你死掉了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 认为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对你的家人就善待一下 因为如果不善待 你拿着这个把柄来邀请我的话 很可能我也去了秦城啊 因此来讲的话 绝大部分贪官会这么去做 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贪官都会选择死 当然死是有讲究的 死是不能够就是什么 不能够死无对证死不见尸的 死是一定要看到尸体的 因此你发觉很多贪官都喜欢跳楼 跳楼是最好的 跳楼从楼上跳下来 尸体躺在地下 尤其是现在已经是发达的互联网 马上照片就上了互联网 大家就看到你死了 那么死了这件事就一了百了了 让机尾看到尸体 最终就是你委罪自杀吧 大不了给你这么一个结论吧 如果你不是选择跳楼 你是什么跳江啊跳海啊 或者是你卧鬼被撞得个粉身碎骨了 无法确认死者身份跳江跳海无法打捞上来 看不到你的尸体 那最终把你指的算失重人口啊 只要你是失重人口没有明确宣布死亡 死不见尸的话 那么法院都可以屈起审办的 如果法院屈起审办照样定罪 那你这个死不就是白死了嘛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贪官喜欢跳楼的原因 而不会选择其他的死的方法 所以说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 做官也不容易 不是明不了身官也不了身 尤其习近平现在集权控制之下 所有的当官也是战战兢兢的 为什么中国官场流传了几千年的老话 叫做和门一入深四海 半军如半虎 就是这么简单啊 你在君王身边你随时会惹来杀身大祸的 也就是在共产党底下做官 不是那么简简单的 你以为贪腐就行了 你的贪腐背后都是你权力斗争的结果 你斗赢了你今天贪腐的道 你斗输了你贪的再多可能都要吐出来 因此来讲 现在习近平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官员 看上去都是拥护习近平的 都是支江新军 都是他的四大派系五大集团 但是这四大派系五大集团 在他们自己能够取悦习近平 能够得到习近平的提拔 现在各个座上很高的官位 能享受党国给他们荣华富贵之外 他们个人每一个人都每天都是如履薄冰的 他们随时可能他们政治生命就结束了 继位随时就来带他们去秦城了 因此来讲所有这些官员都是揽政的 个个都是躺平的 表面上都是拥护习近平的 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真正为习近平去分忧 为习近平去扛火 帮助习近平真正去治国理政的 习近平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 当然又自打财疏 动不动喊着要打台湾 往哪打台湾 打台湾要钱的 而这个钱不是小钱是大钱啊 中国现在没钱了 大家不知道吗 现在习近平手上是完全没有钱 公务员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碰到的困难 就是当年上了那个梅山老外婆子树的 崇祯碰到的困难 为什么我说习近平的这个死期已到 也就是崇祯碰到的问题 习近平现在全部碰到了 崇祯把他背到自己要去上调到那个老外婆子树的 最后一家垮骆驼的那根稻草就是什么 就是李自成已经濒临沉下 而崇祯根本没有办法组织国家的军队去抵御这个所谓扣贼 他没有办法抵御扣贼是因为发不出军饷 没有钱谁跟着你干啊 也就是整个朝廷拿不出钱啊 习近平现在不是这样吗 根本就拿不出钱啊 公务员工资都发不了啊 那么崇祯碰到的问题是朝廷没有钱 这个皇帝没有钱 但是大小官员都有钱 人人都有钱崇祯在没办法时候跟这些朝廷里面 这些大小官员跟他们借钱 他的老丈人也不过是微薄的借了嘛 借了二多米 也就是嘛崇祯要跟他的官员借钱都借不到 习近平现在要跟他这些贪官去借钱也一个都借不到 他除非把这些人全部送进京城 对他家里面进行吵架 那他是吵得出钱啊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碰到是跟崇祯一模一样的情况 崇祯是没有钱发不出军饷 所以崇祯最终上调了 习近平现在是没有钱发不出公务员的工资 到了目前来讲习近平也是三穷水晶的 那么三穷水晶习近平动了不少脑筋啊 先从富人头上去动脑筋啊 什么打黑啦 什么共同富裕啦 就是让马云马化成让他们捐助 让他们每人都拿个吉拜几千亿来 然后再去杀猪 把各地的这些商人那些富人 以大灰为民去杀一批富人去操一批财产 这个给国库增加一点收入 问题是这些富豪早就把钱转移掉了 操家操过来 有的时候敌不了几两银子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卖官欲绝望啊 所以说这一次中共的人大也好 政协也好 对所有这些商人富豪 你们要想当人大代表 当政协委员 你们要想要你们的顶子染红 那红顶子是要花钱的 拿钱才能获得你的红顶子 所以说所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现一级最起码你要拿五百万 市一级你要拿两千万 省一级要拿五千万 你要想到国家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人大代表 你没有一个亿 你就到北京来开会了 所以说现在习近平采取这个方式 你想跟党国靠拢 你想换个红顶商人你就拿钱 你如果是跟党国不靠拢 那我们就打黑 你要么成为红顶 你要么就是黑虎 而一旦是打黑的话 那不仅仅是把你的钱财没收了 首先把你弄进秦城 而且要把你弄死 因为你活着你就有可能翻案 把你弄死以后你的财产没收 那么女儿啊小老婆啊 全部什么全部亏党国啊 共产党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因此来讲的话 在习近平治理下 这么十几年下来 尤其是三年清零下来 习近平就把全国老百姓折腾的是苦不堪言 很多人家已经是家破人亡了 即使在他身边 他最紧密的这四大派系五大集团 所有的这些体制内得益的人 他们也往往是勾心斗角 所以说习近平在自己重重包围之下 自己内空外交之下 你觉得习近平他还能扛过几天呢 他还能保证中国这个防火墙不倒 就是保证柏林墙不倒 他还能保证他自己的中国共产党 不像苏共一样土崩瓦解吗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